日前,201多多的电影教室公益活动在北京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由中韩两国学生共同参与 其中来自韩国的10位电影人士和50名中国学生 以及7名在中国的韩国学生被分成10个小组 从学校、考试、友情等身边的主题出发 创作出纪录片或动画题材的电影 当天韩国著名导演郭再荣 以及影星丁一宇也特别前来捧场 并为大家送上影视器材作为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